武方参加We will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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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合 大家好,我是威廉 欢迎来到立马帮帮忙 那首先 我在这边先恭喜 热田桃园 中信兄弟 还有卫权农队 那这三队打进了今年的季后赛 上半季冠军 以及全年度的冠军热田桃园 下半季的冠军 中信兄弟 年度胜率第三的卫权农 这三队即将展开 今年度的季后赛的大战 而没有打进季后赛大战的 统一师队 以及我们家的富邦汉将 则迎来了 邱逊提早为明年的赛季做准备 大家觉得 因应新的赛制 也没有让整年度的比赛 变得更精彩 牵涉到了全年胜率的这一块 变成 虽然拿到了上半季冠军 但是下半季还是不能够抓棒 因为一抓棒 可能就必须要去打第一轮的季后赛 那这对于想要夺冠来讲 就充满了更大的一个变数 那讲到全年胜率的这一块 那我就必须要给 卫拳农队 还有小叶 鼓鼓掌 在10月22号的这一场比赛 虽然明知道 这一场输球 他们在季后赛的第一轮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但是全队 包含总教练 还是全力求胜 这个精神 真的值得我们球迷 为他们鼓励 为他们喝彩 那我相信 也因为这一场比赛 卫拳农队以及小叶 一定是圈了不少的粉丝 比赛就是要全力求胜 小叶讲的这一句话 真的是直入我的心看 那我在这边这样讲 并不是在酸 往年那些抓棒的球队 还有总教练 因为我想 每个制度 都有它的一个漏洞 那没办法 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球队的胜利 去朝那个漏洞去钻 这个无可厚非 那只是说 相对比较起来 小叶跟卫拳农队 在10月22号的这一种 拼战的精神 真的是让人很感动 那至于威廉看好谁 能够拿下最后的总冠军 这个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主节目的内容 那光头有邀约 我们单口节目的主持人 会分别就个人的一个看法 做分析分享 那本周我想要五四三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终于富邦汉将在成立六年的之后 拿下了第一个总冠军 没有错 第一个总冠军 虽然是俄军 但是这个俄军的总冠军 或许有人会说 俄军的总冠军 根本不重要 为什么要拿来说罪 但是我想 大家应该都知道 富邦汉将 最常被诟病的一些事情 其中有几项 是跟俄军有关系 就是包含选手的养成 还有选秀 还有训练的一个环境 这个都跟俄军有关系 那我们看看 目前近期最强的中信兄弟 七年六亚 然后在第八年的时候 拿下了总冠军 他们凭借的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 凭借的 就是他们拥有 蛮不错的一个 训练的一个环境 还有俄军 内部的一个竞争 所以你说 当他们人员 做替换的时候 为什么几乎 替换的人选 都跟原本的人选 实力不会差距太大 这个就是俄军的 一个重要性 那富邦汉将的俄军 在今年 拿下了总冠军的含义 对我个人而言 第一个 其实我们汉将的俄军选手 实力 和其他四队的俄军选手 并没有说差距 非常的大 那第二点 在选秀的内容上 我们选进来的人 也没有像外界所讲的 也没有像外界所讲的那么差 我们球团的眼光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蛮专业的 那这个俄军的总冠军 也意味着 我们一军 只要能够方向正确 那用人正确 事实上 是有可能 有极高的几率 在明年 在后年 能够打进到台湾大赛 甚至拿下台湾大赛的冠军 那至于 在今年 俄军总冠军赛中 汉将的调度 最让人家诟病的 是让黄保罗 上来先发投一场的这件事 那我个人认为 其实还好 因为保罗他 从U18的比赛中 到现在 也休息蛮长的一段时间 而他在这场比赛的投球内容 是投了三局52球 这个 甚至比他在U18 两场先发 所投出的量 都还要少 我想 会急着让他开箱 最主要是教练团 包含一军的教练团 想要趁着 还有比赛的时候 去了解到他的实力和现况 用来作为 今年 秋训 甚至重量营 还有明年春训 对于保罗的一个训练课程 一位首轮选进来的选手 我相信 没有球团会笨到 在他还没有正式上一军之前 就继续摧残他的手臂才对吧 这个调度反而让我认为 这个调度反而让我认为 球团非常重视黄保罗这一位选手 如果黄保罗和王以成 廖博勋一样 在二军总冠军赛后 就被拉上来一军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才要去担心 那第二件我想要五四三的事 就是恭喜我们家的詹教练 在完成了他终止第一千场出赛之后 光荣的隐退 那球团也很贴心的有帮他办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隐退仪 对于球员来讲 在他退下了球员身份的时候 能有一个正式的场合 和支持他的球迷说再见 是幸福的 这也代表着 他在当球员的这一段时间 成绩一定是非常的不错 那也有很多的球迷 支持着他 球团才会去帮这一种球员 办所谓的一个隐退赛 那只是稍微可惜的是 詹教练 他大学最好的一个学弟 王八王胜伟 因为确诊的关系 缺席了他的隐退赛 唯一小小在这个隐退赛上 美中不足的地方 那没有打进去季后赛的副帮汉将 在球季末的比赛里面 有什么样的一个看点 那对我来讲 第一个就是力量人 争夺安打王 有没有机会成功 第二个就是绑眼签 能不能够守下来 第三个就是在下半年度的胜率 有没有办法达到五成 这个是我个人 在这最后的大概不到十场比赛里 欢赛的一个重点 那这三个愿望 有没有办法都实现 就在串场音乐之后 一一的为大家揭晓 一起来拍手 一起来加油 为不放汉将家加油 站起来拍手 站起来加油 跟不放汉将来领求 一啪啪一啪 一啪啪一啪 为不放汉将家加油 卡布那三卡布那三 跟不放汉将来领求 欢迎你来到新庄 北马王国有你有我 我放汉将 神秘为我 双手借我 欢迎回到 李马帮帮忙 在安打王之争的部分 力量冷犯国程 目前的总支数 是131支 那落后给第一名的灵力 140支 有9支支差 所以在10月24号的比赛中 那教练团 已经没有安排 半国程 上来守备跟打击了 林立的威 林立的力 林立的威力 林立 为什么 我要唱着林立的应援曲呢 因为林立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狂 除了安打王 他排名第一之外 全力打王的部分 他和捞歌一样 目前都是14支 而在打点的部分 他以82分的打点 遥遥领先第二名 炸裂陈子豪的65分打点 而在打击率的部分 他还是排名第一 三乘三七 所以在节目上 唱着林立的应援曲 是非常的合理 狂 真的是狂 而在明年榜眼千支战 目前 统一师队以及复方汉将 年度的部分 分别都是出战了118场 统一师的成绩为 48胜 两合 68败 而在复方汉将的部分 是44胜 4合 70败 统一师 领先汉将 三场胜差 在两队都各胜下 两场比赛的情形下 复方汉将 胜出 而在下半季 胜率五成的部分 目前的下半季 汉将是出赛了58场 成绩为28胜 三合 27败 等于 只要在今天 在客场 瑞乐天桃源的比赛 或者是 明天 主场 对战 统一师的比赛 只要 再赢下一场 则 下半季的胜率 就可以在五成以上 那这一点 希望 汉将的球员 能够加油一点 至少 上半季 虽然打得非常非常的烂 但是下半季 如果能够以胜率五成收关的话 至少 在成绩的部分 不至于那么的难看 在近期 林哲宾 和花贤 在王拔 因为确诊的关系 离开了一军战场后 游击的位置 由花贤 还有折兵 轮流着在手 那二雷手的部分 原本的王正堂 被拉到了右外野 去做测试的情形下 新拉上来的内野手 包含刘俊豪 以及外野手 廖伯勋 以及蔡佳燕 都有还不错的一个表现的情形下 帮民们 是可以去期待 明年的队形 千万 不要因为 今年的失败 而对 布帮汉将这支球团 失望 甚至于不再支持 不再进场 帮布帮汉将加油 我们可以从 这两年的选秀策略 已经没有很着重 一定要选海归 还有今年的二军 我们是拿到 总冠军的一个情形下 这支球队 以往被人家诟病的体质 已经慢慢的 悄悄的 快速的 正在改变 往年 是因为方向错误 政策错误 而进不了季后赛 而今年 是因为正在体质的做改变 而进不了季后赛 帮民们 有点耐心 我相信 换我们进季后赛 那喊的时间 已经快到来了 那因应 本周六日即将开始的季后赛第一轮 以及下个礼拜的台湾大赛 所以你马帮帮忙 下一次节目更新的时间 会在确定了台湾大赛的总冠军是谁后 再来更新 而在 例行赛结束后到 明年开季的这一段时间 每个月 威廉 至少会有一集的节目更新 那请大家期待一下 那今年的想法 还是跟去年的季末一样 我想找几位帮民来上节目聊聊 他们对于今年的看法 还有对明年的一个展望 如果各位帮民有意愿的话 其实也不一定要帮民啦 但是还是以帮民为主 可以与我联络 那方便我跟你翘一下 可以录音的一个时间 那节目的最后 按照惯例 我还是要麻烦大家 请多多进场看球 如果可以 请带着你的家人 朋友 同学 同事 进场看球 一起为你们支持的球队 还有球员 呐喊 为他们大声的加油打气 以上 就是本周的 立马帮帮忙 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 一切给我 一切都很黄 我们一起加油 一起不保不保留 双手 借给我 一切用力拍手 我们一起加油 不高 一分一华 一切都很黄 我们一起加油 一切都很黄 不保留 双手 借给我 一起用力拍手 我们一起加油 不保不分 你我身影 借给我 一切都很黄 我们一起加油 立马不保不保留 双手 借给我 一起用力拍手 我们一起加油 不保不分 你我身影 借给我 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立马不保不保留 双手 借给我 借给我 一起用力拍手 我们一起加油 不保不分 你我身影 借给我 一切都很黄 我们一起加油 立马不保不保留 未经训用力拍手